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启一个新的节目 就是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拍摄视频 制作视频上面的一些技巧吧 因为很多朋友看了我的拍摄和制作视频之后呢 也对拍摄和制作视频有了很大的兴趣 但是又不知道去哪去学 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就把我所有知道的拍摄 以及制作视频的技巧传授给大家 然后今天我要教大家的技巧呢 就是下面这一段视频 然后其实这段视频的制作方法还是蛮简单的 然后我们首先要下载Google Earth Pro就是这个软件 Google Earth Pro 然后大家下载好这个软件之后呢就要找到理想取的图 首先要放大放大 因为刚开始一个地球嘛我们不可以用一个地球的图 首先比如比如说我们从这开始 首先我们要把视角按住这个按钮调到垂直的状态 然后再往下拉一点 没拉一次的要垂直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从这出发 然后文件保存图像 保存图像的时候呢就有当前分辨率 所以我一般都选择最高保存图像 保存图像 保存图像 比如1 然后保存好之后呢 再把地图拉小一点 大家记住也要垂直 大家记住也要垂直 然后拉的差不多这么高 继续在文件 保存图像 保存图像2 然后保存好两个图像之后呢 我们再拖到 这个大小不要变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比例尺 不要变 然后比如说我们要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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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到 飞到这海边吧 飞到最好海边的小镇 然后当然是继续文件 保存图像 保存图像之后呢 我们要把地图拉近 拉近 然后当然还是要垂直 保持垂直 OK比如说我们也要到这儿 当然还是保存图像 然后我们存好四张图片呢 就可以把这个程序关掉了 关掉之后呢 我们现在桌面有四张图片 然后我们现在打开Final Cut Pro 然后我一边做视频Final Cut Pro 然后大家能看到这些 我所有做的 之前做的所有视频嘛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要 1号 图片 诶 1号图片 解码 OK1080P OK没问题 这些好 然后2号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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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 好 从四张图之后呢 我们再变换一下 四张图的大小 因为我们存的尺寸的比例和我们这种导书的视频的比例不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那个角落里是有字的 我们要把它放大到 可以把这个字给去掉 这个时候呢 OK 放大到这么大 然后所有的图都是这么放大 然后现在如果试播放的话 就是 给大家的四张图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加效果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加云层的效果 在背景里面有云 把云加上 然后光加云 大家可以看到完全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选择抠像 抠像 抠像有个抠像器 第一个 把它拖过来 然后大家这时候再看 这个云就有一点 抠出来的感觉 当然因为每一张图的云是不可能一样的 所以说 我们要 把一个云复制 然后再 Cmd C 然后Cmd V 复制 四次 这样我们就出来了 四种独立的云 当然这种四种独立的云还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在这调一下 因为这是在低层的嘛 所以云 会比较少一点 然后 OK 我们调到每个云都长得不一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 加效果 加手持的效果 因为在高空中拍摄的话 模拟无人机的话 会比较抖 所以我们要加 手持的效果 手持的效果要给所有的云加上 要给所有的云都加 然后不光要给所有的云加手持的效果 还要给所有的 图片也要加上手持的效果 OK 然后这时候大家看一下 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手持 但是手持这个 shakeness 20有点高 差不多在10 左右 调到10左右都OK 把所有的手持都要调到10左右 OK 调完手持的效果呢 我们现在要加转场的效果 转场的话 第一张图到第二张图 就是 镜头的zoom out 加zoom out的效果 对 zoom out的效果 然后第二个到第三个 这个就是 完全的转换场景 就加一个 转换场景的 slide 就是OK 对就这种效果 然后第三到第四呢 是从高空到 低空四 速面的效果 做完效果之后呢 我们加一个音乐 比如随便加一个 好 加好音乐时的时候呢 我们导出 共享 母本文件 我一般都导出母本文件 可以 不论的是那个 Final Car Pro 随便起个名 OK 质量的话 一般是较好的质量 存到桌面 就OK 然后Final Car Pro的话 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到 导出共享的进度 在共享成功 显示 我们看一下 我们 做的 最后的效果 是怎么样的 OK 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 和大家分享的 视频制作的一个小技巧 然后在以后的日子里呢 我也会和大家分享更多的 好玩有趣的 干货的 制作视频的小技巧 然后如果大家觉得 这期视频不错的话 就要别忘了点个赞 因为赞预的多话 视频网站 就会把这期视频 传播给更多的人 OK 那么今天的分享视频 就到这里了 你们都是最棒 我爱你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